好辦設計是一間社會設計事務所 好辦的英文叫happen 我們就是希望讓美好的事情都能夠發生 其實當初要從外商公司離開 這個動機其實關鍵就是在於 我一直覺得我很想要發揮影響力 想要投入社會創新創業相關的領域 所以工作了三年的這個時間點 那我覺得夠了 下一步我想要去做一些我現在無法想像 但是我卻很想做的事情 社會設計它其實指的是一套強調參與 能夠是處理公共的議題 並且創造公共的價值的一個實作過程 由下而上的慢慢去擴展 來號召更多其實也有類似想法的人 可以投入到這個領域裡面 第一個案子是在做台中市社會住宅的公共藝術計畫 怎麼樣讓兩百戶彼此互不認識的人 能夠開始認同這個社區 然後願意產生交流 曾經很絕望地想說 提案如果沒拿到的話 我們就要重新來過 可能就會失敗 所以是一個生死教官 非拿到不可的決心在做這份提案 然後我們在一片不看好的情況下 還是花了接近半年的時間 最後才成功拿到社會住宅的這份提案 這個社會設計的價值在於 我真的可以看見我所做的事情 對於這個社會的人 對於這些居民產生的改變 在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搭配公共的政策 對於綠流川的整治啊 然後這邊的商圈都有一些投入 那我們辦理了很多實體的活動 透過社福資源的引入 來號召更多的人 可以關注這邊的議題 然後也讓這些居民 有一些舞台跟機會 能夠發揮他們的轉場 當初第一次看到這些居民的時候 他還是就是一個獨居的男子 然後他可能就在這邊過他的生活 可是他現在卻跟他其他的鄰居 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這樣子的轉變 而且他就發生在你眼前 我們自己看的是非常感人的 讓住在這裡的家庭 他在搬出去的時候 活得更好的生活 所以因為像這樣子的 正能量的補給其實是蠻重要的 才會支持我們覺得 有繼續往前的動力 我覺得過去雖然在外上工作的 整個條件都很好 但是你很少會去思考 就是工作的意義 對你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創業有一個誘人的地方 在於說你可以創造自己理想的工作 我們在這邊每一個人 他都是獨立的個體 打破傳統的階級的觀念 每個人好像都在做各自的事情 可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為同一個方向前進 好辦這兩三年來 其實走得跌跌撞撞 但我們其實都還很開心的 就是一起度過了這些難關 所以希望接下來在 時間理想的路上 我們能夠一起努力